前几天在朋友圈里刷屏了一个超级电子警察屏幕 有网友在南北高架永兴路上杂道看到 有一辆车牌号为HU ALK003的车辆 同时被抓拍到不必让行人违法名号 违法变道加塞 四项违法行为 而且这辆车的四项违法行为都被电子屏幕给曝光了 看到照片之后小伙伴们惊呆了 一辆车同时四重违法 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此交警部门通过官方微博也是辟谣了 说这辆车实际上是在进行数据测试 而测试的正式改造升级的电子警察显示屏 虽然这是虚拟的调试 但是相关功能付诸实践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而且多合一的电子警察也不是新鲜事 上海交警部门去年开始就已经陆陆续续推出了31套 同时抓拍闯红灯逆行不离让行人等 13种交通违法行为的电子警察设备 昨天交警部门公布消息说了 升级改造版的新一代多合一复合型电子警察 最近是在共和新路永新路等路段上线启动了 并且将会在两年内逐步推广到全市所有电子警察 基本实现利用一套电子警察管住所有机动车的交通违法 这以前都是驾驶员安装的所谓电子狗来探测前方有没有电子警察 现在是交警部门公布位置增加数量扩大功能 电子警察似乎已经成了上海这座城市超大型交通管理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你看有没有被电子警察拍到过呢 咱们上街来采访一下司机 有些时候就是黄线黄线停车 黄线停车挺多 尤其在市区的时候那个摄像头不是蛮多的嘛 然后黄线停 就是有时候他接个人啊什么的 就容易停在这儿等一下 然后就被拍 变线有时间变道也会有 怎么说呢好像有点以罚代管的样子 但是确实能起到很就是促进作用 停车局多 也现在车位真的难找嘛 一个是可能只是等个两三分钟就会被拍嘛 就是探头增加其实是对于那个车主来说 确实是有一个规范作用 但是不注意的话付不够扣啊 不是应该罚12分禁止出门吗 行人也12分罚了然后就禁止出门 不少驾驶员都有被抓拍过的经历 这个电子警察的布局 似乎给了大家一种处处都可能出现警察的一种威慑力 曾啊 凯伦布鲁夺得哈死死啊 有警察没警察现在都得老老实实了 3月25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呢 是全市交通大整治行动两周年 也是上海市新交规颁布实施一周年的日子啊 从力度上来看啊 交警查处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的频次在增加 而实际上呢在交警呃这个现场执法以及电子警察的共同监管下啊 违法行为的数量倒是正在明显的减少 比方说吧 这个路口的时候车子加塞就少了 包括这个实线变道的控制啊 超速的控制啊 还有行人通过的时候机动车大多会主动停车让行 不过呢也有市民觉得呀 虽然说机动车规矩了 但是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还是存在短板 电子警察啊 也拿它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这去年啊 随着大整治向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延伸 对应的电子警察也逐步投入到了使用当中 抓拍啊 这个非机动车违法行人违法也不会例外 而且还会在这个公交车站啊 显示屏上滚动播放 当时闯红灯的照片 并且通过人脸对应识别技术啊 短信通知当时人 对不起你违章了 我身边还真有朋友啊 乱穿马路被拍到过 一开始呢 收到短信还以为是诈骗短信呢 后来一查才发现是真的 那今天呢 交警部门就透露说了 通过九套电子警察的非现场执法手段啊 目前已经累计有效抓拍了 非机动车闯灯 逆行 以及行人闯灯的违法行为 高达8901起 那么问题来了啊 有行人就说了 我收到通知了 但是我就是不去处理 你能拿我怎么办呢 哎 人家警察叔叔也提醒了啊 有可能会纳入到你的个人征信系统哦 从电子警察抓拍的短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南京西路长德路口 一名黑衣男子无视红灯 在车流中横穿马路属于明显的闯灯行为 升级改造的2.0版电子警察升级了执法模式 参照机动车电子警察处理流程 将违法记录挂在违法人的名下 并通过挂号信 短信 上海交警APP等方式 进行违法告知 原来的执法模式呢 主要还是要体现一个违法的告知 以告知为主 那现在目前的这样一个非线上执法模式呢 呃 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 呃 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呃 一个行人飞机动车交通违法的一个威慑力 一旦违法 当事人不再是简单的收到一则提醒 而是违法处理的通知 违法人收到告知后 可到交警违法审理窗口现场 或通过上海交警APP在线处理 目前上海交警APP 已拓展了行人非机动车违法处理功能 拒步处理的违法信息 也将始终挂在当事人的名下 与此同时 交警总队正在此接触上 争取征信部门支持 探索将非机动车行人 多次严重交通违法的信息 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下一步 该类电子警察 还将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推广 记者李恩禅报道 哎呀 走在路上闯了个红灯 没几分钟手机就收到了短信 对不起 你违规了 你要罚款 通知你违法的时间地点 提醒你要去交钱 这是过去传统交警管理上 不可能提供的手段 那么电子警察 真的什么都管得了吗 未必哦 有市民就给我们微信后台留言 分享了一段他的经历 这位网友的父亲呢 他常年是坐轮椅在家 误出门的 最近却莫名其妙 收到了一张乱穿马路的罚单 要去缴20块钱 从网友发来的照片看 闯红灯的这位 就是左下角的网友和这位老父亲 确实有几分神似 仔细一看 并不是同一个人 老人就担心了 如果我不缴费 自己的信用会不会出问题呢 就说 那去交了算了 但是老人家 他没有电子支付的能力 家人想带缴 在app上操作又不顺利 所以最后为了交这20块钱 而且还不是自己闯红灯罚款 老人愣是坐着轮椅 被推去执法部门的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这也说明 电子警察并非万能 很多违法行为 还需要人工管理 何时甄别 不能在解放警力之外 反而困住了咱们老百姓 交通管理就像一件新的产品 我们需要保留一份匠心 要做得更细致更好